香港反送中運動持續高漲之際 香港警察再次拘捕反抗北京鎮壓香港群眾運動的主要人物 黃之鋒和周庭 香港警方星期五展開對反送中參與者展開拘捕行動 一共有7個人被捕 包括香港眾志成員黃之鋒、周庭 香港立法會議員鄭重泰 區議員許瑞宇 前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孫曉嵐 前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等日 香港眾志主席林朗彥亦一同被控 但因為他不在香港而沒有出庭 目前黃之鋒和周庭暫時獲准保釋 案件在今年11月8日再次提堂 黃之鋒擔任秘書長的香港眾志 在星期五以突發新聞的方式 用中英文發表聲明說 黃之鋒早上在前往一個地鐵站途中 在街上被推入一部沒有公務標誌的汽車 並且被拘捕前往灣仔的香港警察總部 聲明又說黃之鋒被警方以三項罪名拘捕 目前有律師到場跟進 香港還指另一則消息說 該組織成員周庭在同一日早上在家被捕 亦被壓往警察總部 黃之鋒被捕的消息很快成為各大媒體的頭條新聞 美國華盛頓郵報在報導當中說 香港警方沒有立即對上述消息作出回應 中國大陸官方媒體報導當中 以所謂的港獨分子和亂港分子去描述黃之鋒被捕 今年將23歲的黃之鋒以2010年領導香港學生 反對國民教育而著稱 並成為2014年雨傘革命的封面人物 他因爲有關抗議而入獄 在今年6月獲得釋放 在黃之鋒和周庭被捕的過去24小時內 多名活動人士或遇到蒙面人的襲擊 或被香港警方拘捕 民間人權鎮事的召集人岑梓傑 和香港元朗示威的遊行發起人鍾建平 在星期四先後遇到不明身份的人士的暴力襲擊 香港民族黨的召集人陳穆天 星期四晚以涉嫌報導等罪名被警方拘捕 民陣在星期六舉行的831大遊行申請 亦被香港當局拒絕 上訴亦被駁回 部分香港市民說香港已經全面進入威權統治 一些蒙面的示威者星期四在一場記者會上說 面對白色恐怖 一個香港人倒下去 會有千千萬萬個香港人騎出來 民間人權鎮線原定在8月31日星期六舉辦大遊行 從中環的遮打花園遊行到西環的中聯辦 不過在29日香港警方發出了反對通知書 民陣提出上訴 香港的公眾集會及遊行上訴委員會 在30日早上召開聆訊最後裁定民陣上訴失敗 民陣的召集人岑梓傑之後說活動將會取消 並且向市民道歉 表示民陣已經用盡所有合法的途徑 仍然無法爭取合法的遊行和集會 在1963 劉審留下 說服務至於 相關聆訊 明媳婷 幾位 請每名一から 東海 大 公主 公主